阿公阿嬤带着孙子女一同体验捐印手作 将台湾特色美食 凤梨酥 珍珠奶茶等可爱图案印在布袋上 再用吹风机吹干就完成独一无二的作品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举办祖孙化家常世代搭桥梁活动 鼓励祖孙共同参与 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女一起完成作品 都觉得相当有趣也很有成就感 要搭桥梁活动 你怎么搭桥梁活动 搭啊 搭桥梁活动 你怎么搭桥梁活动 你觉得怎么办 不错啊 都接触一些知识 因为想说 因为暑假没有时间 可以做什么事情就想说来体验这种游戏 没有玩过 我觉得这个活动蛮好的 跟那个祖孙一起玩这样很棒 很好 你怎么会知道这个活动 因为我那个我帮我那个报名的 就是学校最近有说 用一些行为来帮助那个家乡的那个 一些特产可以进去传承 然后这个活动很棒 那因为现在刚好适逢暑假 那我们希望办这个活动让祖孙同乐 那这个活动目的我们是希望 让两个不同的族群可以互相的一个交流 那可以让就是长辈们可以把自身的 应该生活经验分享给孙子女 那孙子女也可以透过这个活动 知道如何跟长辈沟通 也知道跟长辈如何互动 那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让他们可以共同一起体验分享 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内容 在总共有分两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是我们之前有个 诗字小剧场 那我们希望透过诗字证的一个宣导 让小朋友知道什么是诗字证 那也让长辈知道诗字证如何预防 那另外我们也有安排 我们大同区迪化街的一个 印花乐的一个活动 我们希望透过手作的捐印 让小朋友知道 大迪化街的一个眼镜 那另外也可以透过这样子的 一个手作活动 让祖孙们可以互相合作 然后透过作品 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随着高龄社会来临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希望透过祖孙化家常 世代搭桥梁活动 互相学习了解 增进祖孙之间的情感 更鼓励长辈们多多参与活动 让长者越活越健康 记者联系会台北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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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